大家好,首先多謝某些Patreon的會員對我的稱讚 就是說我對於這一場阿仙奴作客愛華頓的賽事 是做了一個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的預測 的確,這次我是頗有信心的 我通常預測比數的時候 都會大概給兩個比數 例如1比1,2比1 甚至有時候說多一個比數出來 一共是給三個比數 但這次我由頭到尾都是猜測0比1 一個比數 甚至我都說明上半場阿仙奴是未能入球 去到下半場迫愛華頓九手必失才能贏到0比1 而結果比賽的過程和我預測的接近一樣 其實比賽之前都有不少會員提醒我 阿仙奴在郭定信公園球場很久都沒有贏過 何榮你是不是真的這麼有信心 直投猜阿仙奴贏0比1 當時其實我都不是很記得阿仙奴有這個六年的宿命 基本上我都只是看阿仙奴最近的進步情況 愛華頓最近的作戰模式 再加上國際比賽因素 令我能夠準確預測 愛華頓下半場會受不了的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愛華頓正選球員踢了544分鐘國際賽 對於一個中下游分子球隊來說 500分鐘或以上的國際賽任務就算多少 相反阿仙奴正選球員只踢了860分鐘國際賽 強隊來說其實算少 阿仙奴的FIVA病毒就不算嚴重 而相對來說愛華頓的體能壓力就比我們想像中大得多 所以就能夠沙盤推演到的比賽過程 就是愛華頓即使主場也要收縮 而阿仙奴他們控球在腳保持體能 抵消了360分鐘的國際賽差距 愛華頓越踢越累 下半場當然很大機會就會狗手必失頂不順輸 是0比1的了 不過大前提都需要阿仙奴能夠做到穩定的控球在腳控制大角 相信大家都會記得就是上一季阿仙奴就是試過在這個球場當中 輸球成為上一季失了英超冠軍的第一個小型轉捏點 當時輸球的原因就是控制不到大局 是欠缺組織的穩定性 經常都斷攬 尤其是球到左右兩邊進攻點的時候 是不停死衝死扭 衝向敵人盲目落底線向前攻 而不停失控球權 但是今天你會看到阿仙奴已經在這幾方面都有明顯的進步 阿迪達賽後訪問就是說 令到他今天最自豪的就是今天對球的統治能力 而防守怪物懷斯的反搶都很厲害 愛華頓就是很欠缺反擊機會 所以這兩個原因 阿仙奴統治而是令到愛華頓沒有反擊 就會迫到愛華頓九手必失 當然啦 去到領先了之後 阿仙奴的控制大局還是可以進步一點 有時候都是太想打個反擊去拉開紀錄 如果能夠踢到像萬城那麼悶 領先了一球之後就猜到尾 那就真的可以叫勞火順稱 現在反而很悶地贏就叫巴氣了 那當然你可以說阿仙奴上半場的組織都不算入到肉 是有點慢熱 而今天全場破密集的組織大概都是三次左右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就是愛華頓在這個主場的收縮防守區域都真的相當穩陣 就是你逢是猜到禁區頂 你想找條送直線的路線入禁區都很難 愛華頓防守球員保衛都快 你想找個人跑入禁區有條路線也不是容易 所以阿仙奴若過 他未去到勞火順稱 就真的只能夠等待對方九手必實 先決條件就是阿仙奴有統治力 而英超強隊當中 又不是說真的很多隊伍能夠有統治力 現在即使進步得不錯 但都未叫有統治力 他們都叫做是組織流暢了 但你要講得上統治力 穩定性的層次又真的不同 阿仙奴這方面都成熟一點 況且阿仙奴下半場的組織也都越來越入獄 才可以不停加到壓力給愛華頓 而令他們受不了 而且即使入球之前 他是一個角球 但整個入球的過程當中 到最後都是地面的組織 是有些破密集的意識 而且是第二時間加第一時間的快速組織 還要用到插入禁區底線第二波傳中 產生黃金機會的方法 足以見到阿仙奴現在前途一片光明 今季第一場 用湯馬士變形懷斯太過早 衝前禁區頂的實驗 徹底失敗之後 阿迪達第二場已經反省了 反省算快了 才能做得正確的事情 再等到今天 新增高復出 變形系統和懷斯一起 雙派牌 就展現了統治力出來 講到統治力 未來網絡都相信是由AI統治的了 大家有需要幫忙 就要找AI了 全香港第一個用AI審批貸款的App Xwallet就幫到大家了 入息證明不用 住址證明不用 身份證就行 5秒就審批到 幫大家爭取新客戶的優惠 由即日起到12月31日 申請期間輸入優惠買HW1000 申請Xwallet並成功確認貸款合約 立即送你1000元迎新獎賞 當然舊客戶都繼續有著數 逢星期五再次提款 還有HAPPY X DATE 提款優惠 大量獎品或現金等你拿 可以去下面info box的link 按進去研究吧 統治力有了之後 就要看看組織流不流暢 今天都算流暢 國際比賽之後 立刻建立這些默契 都算是比我想像中好 而且有些第一時間是中路組織 而兩邊進攻點爽朗了 就不會亂推到底線 衝向敵人 很多時都會 維持控球權 拖慢他 拿回節奏 跟中路的隊友配合 甚至是自己送直線入禁區 這些不會強行自己死扭 就明顯吸收上一季作客輸給愛華頓的經驗 另外今天的短角球 都是有些心得的 再加上有些球員正在進步 例如今天不停做第一時間後腳支點的尼基迪亞 今季開始是看到他正在進步 另外有些新的面孔表現對板 亦即將會令某些本來應該踢正選的阿仙奴球員 即將會喪失正選位置 第一個很可能會沒有正選位的人 就是守門員的南斯達爾 新加盟的守門員拉雅 今天就初次打正選 表現了一個自信心出來 做到完全合格的後場組織 亦都沒有發生過他以前在奔福特 有時會很不小心的短傳連結失敗 或者那些第一下控球不小心的問題 當然啦 愛華頓欠缺高影壓迫也是莫大關係 愛華頓都是下半場落後才多些壓迫 但壓迫力其實都是一般的 拉雅以前每次犯錯都因為受到高影壓迫前身引致 而今天呢 愛華頓的壓迫其實不算強 拉雅後場組織都尚算輕鬆 所以不會說見到有些什麼 就是哈魯的問題 遲點我們再留意一下他有沒有這些問題 或者是否進步了 但是 獨家轉會評論的時候 我都經意跟大家介紹過這個拉雅 他撲救能力真的不說得笑 例如今天你看到他衝出來做清道夫都不錯 一旦呢 我都說過就是給他有機會上陣 他就有能力搶走藍斯達以正選為止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至於亞迪達他賽後訪問說很遺憾自己不夠膽 那六十分鐘八十五分鐘是跟換過守門員 作出臨場調動這件事 其實經意說明了就是這些實驗是不能夠做的 除非你是換過適守十二馬的龍門出來玩護射十二馬 如果不是你比賽途中你換龍門 其實完全沒有意義的 尤其是要重新適應後場組織的情況 龍門有不同的習慣性 後衛要重新來過 尤其是龍門初初下來要熱身的時間 一旦未夠熱身 要後場組織的時候 龍門一在後面犯錯 是可以很嚴重的 所以連哥迪奧娜這些 這麼喜歡瘋狂實驗的教練 都不敢這樣比賽途中更換龍門 好,另一個很可能會喪失正選位置的球員 就是這個夏維迪斯 事關 發表的韋拉今天的表現是相當不錯 其實之前已經不停有阿仙奴球 不是替他不值 因為夏維迪斯一直都交不到貨 是不是應該要給些機會發表韋拉呢 至於去到國際比賽之後 阿迪達終於給了一個機會 他又真的把握到 而表現又真的比夏維迪斯 夏維迪斯之前的問題就是 他打禁區頂 或者中場的時候欠缺靈活性 和橫向的移動 但發表韋拉 就是比這個夏維迪斯 靈活得多 包括轉身 拿球 推進 轉圈 都是快手快腳 過這個夏維迪斯 亦都有更加多的橫向移動 所以參與到的組織 是會多過夏維迪斯 甚至乎做到禁區頂送直線 插入禁區的跑動 發表韋拉 今天一場球 就做到夏維迪斯 這麼多場正選都做不到的事情 例如上下半場兩次接應 新增高的直線 插入禁區底線 而下半場那次 還能夠在禁區底線地球傳中 成為了阿仙奴全場三個破密集組織 其中兩次的破密集組織 更加能夠 難能可貴地 發表韋拉 有一個送直線入禁區的觸角 例如上半場的炸壺入球 就是由發表韋拉送直線 給馬天尼尼直接插入去入球 差點能夠幫到 自己收獲到助攻 只可惜 尼基迪亞的支點 是月位在先 說到這個炸壺 對方的攔截不是有心用波 所以就不可以叫做愛華頓回傳 是叫做加比爾的傳送 而傳送過一刻 尼基迪亞在月位的位置 判這個是月位在先吃炸壺 是相當合理的 但若非是做了這個月位的支點 錯有錯著 都不會看到這下發表韋拉 是有送直線的能力 其實之前他在蒲超 都有很多這類型的創造 不過初初來到亞仙奴 未能夠適應到英超的對抗性 他身形的單薄 其實來到今天的問題 依然都存在 但只要找到適合的比賽 給他打 好像利物浦的艾利諾 明知可以這場賽事 控球在軍面對密集 發表韋拉 艾利諾 這些球員就大派用場了 由於亞仙奴是想踢控制的賽事 而理論上很多的賽事 就是對這個發表韋拉 今天也看到他會玩補變形系統 而在左路邊線補新增高的位置 當然可以再做好些 例如再站深些 再幫多些加比爾 但也看到他初步有一個意識 而夏威迪斯似乎是從未有的 所以如果今季發表韋拉能夠融入 其實他是快上手過夏威迪斯 就應該會很快搶走 夏威迪斯的正選位置 講到這裡 可能你會問 那是不是買夏威迪斯是錯了 買來做什麼 明明自己也有一個有潛質的發表韋拉 去打這個偏左禁區頂 那是不是買錯了夏威迪斯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用回好 或者用多些夏威迪斯的呢 Patreon 片被彩蛋 我會回答大家這個問題 那記得要支持Patreon YouTube 裏 記得給點Like Subscribe 按鐘鈕 給點有意的留言 才可以幫到Channel增長 多謝 接下來我會繼續努力做全職的足球評論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就記得加入Patreon 會越來越多獨家的節目 包括獨家轉會評論 獨家賽後平 獨家大戰預測 獨家英超強隊每週文字預測 加上YouTube普通影片最後的片尾彩蛋 要聽完以上的節目都只需要40港元 再加多20元 就有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拿到正選陣容再預測兩場準備開波的大戰 如果再想支持多些 就可以看額外的比賽剪接畫面再預測 精裝版微觀星畫同步 加入最高的球王級別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學生、長者或者有需要人士 就可以以75元的優惠訂閱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